今天是5月13 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祝 您的朋友家人 如果他们过生的话 也带我向他们质疑 生日的问候 人这辈子 其实不如意的时候很多呀 难免走被子 难免进入人生低谷 体力智力情绪 没啥事进入低潮期 觉得日子难过 难熬 一个国家一个党也一样 记得吧 在1942年5月13号 中共中央做出一个决定 决定成立陕甘宁禁隋联防军司令部 任命赫龙当司令员 官向英是政委 但是因为官向英生病 长时间生病 所以由高岗代理政委 徐向前任副司令 兼参谋长 然后联防军下边是120师留守兵团 进西北新四军359旅 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和炮兵团 为啥要有这么一个变化呀 因为那时候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的阶段 老蒋呢 他是想抗日 但是他没胆抗日 暗下还和日本人够和呢 却处心激励的要消灭 八路军西四军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共产党真是难呀 军队力量那么小 根据地那么难 党员人数那么少 蒋介石代表国家正统 然后又能得到美国的军援 但老蒋呢 躲到俄眉山上 他不抗日 共产党要抗日 还要对付军发的摩擦 例如延熙山 还要对付中央军的 表面上是我调动你 其实是要围剿你 利用日本人夹以日本人的手把你消灭掉 你说有多难呀 但是就在这么难的日子里 毛主席运筹帽帽 一步一步的 一关一关的过 走出 革命胜利的一条小阳线 到了1947年的5月13号 周恩来陆定一到王家湾 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马家沟 代表中央祝贺西北野战军三战三节 然后召开5万人 参加的祝节大会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表示祝贺 并且宣布 毛泽东党中央撤离沿岸之后 一直留在陕北 与边区全体军民共同奋斗 哇的场面就炸裂了 毛主席确实没有离开陕北 而且跟随他的部队非常之少 毛主席常常和胡宗南的那个追踪的大部队只割一个山头 马叫声都能听到 但是 胡宗南 沿岸人说这胡儿子 就钻进了毛主席巧妙设下的伏击 所以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所以那些老战士对毛主席的钦佩 那是由衷的 是从无数的实践当中解验的 1975年的5月13号 小平同志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 谈到国际 经济新秩序 小平同志在谈话很重要 他说啊 美国苏联不夺取欧洲是称霸不了世界的 这是一个判断 他说欧洲 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作用和力量 包括在军事上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条件是欧洲自己能团结起来强大起来 短短的这么一段话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他现在依然成立呀 两霸争夺 现在一霸没有了 但是美国如果不能够把整个欧洲拿下来 称霸世界做不到 所以今天直到今天 马克龙还是跟美国甩脸子发脾气 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 欧洲要有独立的思维 甚至退而求其次说 我政治上跟你一致可以了 但是我经济上毕竟跟你不一样啊 我欧盟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啊 是吧 所以现在美国现在要把整个世界搞定 欧洲现在还没有搞定 他强调欧洲自己要能团结起来 强大起来 但是欧洲团结吗 先说跟美国人关系最密切的 关系最特殊的英格兰 英国他就不团结啊 他自己独立出去 英伦三岛自个玩 俄乌战争把欧洲打得千疮百孔啊 小平同志说 第三世界要改变旧的经济秩序 要建立一个合乎现在实际的新的经济秩序 这是合理的 中国政府当然支持这个立场 中国政府认为 坚决而护就秩序的主要是两个国家 就是美国和苏联 欧洲国家首先是法国主张对话的方式 而不是对抗的方式 同石油生产国解决能源问题 我们欣赏这一立场 第三世界提出要把石油问题同其他的原料问题一起考虑是无可非议的 只要你们法国按照法国的主张 采取对话的方式 就能够找到合理的途径 解决原料和能源问题 别看已经到晚年了 但是小平同志脑子很清楚啊 那么复杂的问题 现在是法国总统德斯坦 法国总统德斯坦对中国的态度还好呀 小平同志跟他谈那么大的事情 非常简短 一个人思维能力怎么样 脑筋好使不好使 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一个复杂的事情 能不能用比较简练的语言把它概括出来 小平同志在这方面 那显然能力超强 要不然不会被毛主席选定为接班人 1980年的5月13号 小平同志会见毛利塔尼亚的国家元首 叫海德拉 小平同志说啊 现在八十年代啊 中国八十年代三大任务 试搞经济建设 这是核心 不管是四个现代化也好 实现祖国统一也好 国际反霸斗争也好 关键在于我们经济发展 请大家特别注意啊 小平同志在1980年提出的中国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 其中之一就是实现祖国统一 八十年代 八年年出生的孩子现在都多少十岁了 四十多了吧 祖国统一还是没有实现 国际反霸斗争 中国实现现代化 也都在同步进行 小平同志强调生产力不发达 经济基础薄弱 在国际上记忆义务就有限了 你没多大能耐呀 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 收入是全体劳动人民共享 但不管怎么样 你总得像个样子 在八十年代这十年 我们要力争把已经耽误的十一二年的时间抢回来 全国人民确实为此 树立了雄心壮志 说起5月13号 历史上可以说的事真是不少 胡适先生曾经在1922年呼唤 好人政府 胡适啊 他那个脑筋呀是个旧脑筋 他以为自己是西方舶来的新脑筋 其实什么叫好人政府 离开了阶级性 离开了国家根本制度的建设 好人 那也不够 最多就是一种可怜的哀叹罢了 1931年5月13号 中央苏区第2次反围剿按毛主席的打法 大劫 1947年5月13号 解放战争孟良故战役打响 张宁普 孟良故战役 后来不就是打死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种攻坚战的能力已经非常强了 1992年5月13号 中国和克罗地亚建立外交关系 我前不久还接了克罗地亚前总统 在北京见面 我们就会推荐我去 接了克罗地亚的前总统 还谈到这件事 1992年的事情 1998年5月13号 大西安岭发生火灾 那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接新闻报纸摘要节目 每天都不高充 大西安岭火灾的情况揪心呐 那是大西安岭 阿尔山发生有雷击 打雷 一发的森林大火 过火面积那次高大的1.3万公顷以上 后来不是有深宫大师吗 声称他能发工大西安岭灭火 最后的变成了笑谈 深宫大师最后呢 现在 曾经火过一阵 现在也不火了 跟大火一样 找完了 好了 5月13 历史上的今天 我就给您梳理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金民司马兰 再见 再见